大家好,我是王伯老说话导 今天呢,继续我们魔鬼制成挑战第十一个 讲的是ISPD Institute Phosphorus Doping Deposition 这个所谓的ESD制成 那么这个制成当然很复杂了 我们分成好几个部分来讲 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前一半部讲的是The Big Pictures 就是说大局,我们看一下 这个制成的演变,老汇局 一开始呢,我们讲一些Icebreaker 大家relax一下 我讲的是Evolution vs Revolution 多了一个R字,这个Evolution 跟Revolution,多了一个R字 可是他的意思就想象很多了 我个人以为这个,我跟Ellen Musk一样 认为世界上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 除了爱因斯坦这些厉害的家伙之外 在应用而言呢,Tesla应该是No.1 特别是他的humanity 他做科学、做科研呢 基本上是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 而不是为了个人 他说,We need to replicate not only his science but his humanity 他赚的钱,他专利上赚的钱 全部,第一,他的专利全部都可以免费使用 他从来不愿意从他的专利中赚钱 他即使赚到了钱 也就全部投回他的研发当中 他的梦想就是要发明这个免费的电力 为世界供电 最近的消息是Fusion好像有work了 可以,核融核可以开始工作了 大概再过十二十年之后呢 也许世界就会有免费的电力 这免费的电力大概就为世界的和平呢 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芯片发展 它是一个evolutional process 它是步步为营 evolution,慢慢的改变 比方说你10纳米 相对于16纳米 它的进步 并不是说打破 所有原来16纳米的工艺 然后重新发明 不是这样子 它是85%甚至90% 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有少 少一部分 因为scaling改变了当地的结构 所以你需要做一些调整 需要做一些制程的改变 其光照制程的改变 这个10%到15% 才是你真正要改变的东西 所以它的发展是一种渐进 是一种evolution 那么芯片的应用 特别是AI对人民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它是渐进的慢慢的 evolution 但是它的结果可能是一个revolution 最近和这个Chat GPT 这个Microsoft的这个AI软体 对我们的影响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这个影响 这结果是revolution 但它的步骤 step process step 慢慢的AI越来越成熟 它是渐进的 那么回到主题 我们今天讲的是ISPD ISPD我们要讨论就是 它的 刚开始就是 首先要注意的是 它的doping concentration 前面我们上回提到的ISBD ISBD in search boron dope 讲的是棚 我称之为味精 就是你撒在尺寸 Lattice里面 它要做 它的目的就是要 降低你的电阻 那么 这边右边这个表呢 就是所有有关于 boron 这个aluminum Germanium Galium Tin 这些 它的 它的这个 maximum solubility 它的溶解度 那这里比较重要的是 boron 你看 在18次方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呢 到最 最先进的制程 觉得就不够了 早就不够了 我们真是 在使用的时候 已经冲到20左右 那么 这个是在Germanium 对不起 在Silicon 它是高一些 但是它还是不够高 那还 所以我现在 就多加一点东西出来 多加一点东西出来 这个就是它 目前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加一些Galium Martin 这是Germanium 这是Silicon 这点是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波容棚啊 它在 它是 它主要是用在 P-PAM 所以我们是 E-SIGI E-Embedded 或者是Epi-Taxial Silicon Germanium Epi 那么 相对于这个棚啊 那么在 Enferion 那就是零 这边 右边这个图呢 告诉你 它的Miximate 自然界 这是自然界的溶解度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Phosphorus 零啊 远远的 大于这个Horon 它差了一个数量级啊 在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往下走的时候 想说到了低温状态 你可以看到它 差一个数量级嘛 但是现在而言呢 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想办法 把它用 高温之下 把它溶解很多 然后呢 再用很快的速度 冷却之下呢 让它留在 所谓的 Super Saturation State 或者这个 Metastable State 就是半稳定状态 来超越它 自然溶解度 这样子来降低 所谓的电阻 所以这个Phosphorus 已经冲到 基本上来讲 冲到超过 大概三乘十二十一翅膀 宝容的话 大概是 二啊 三啊 甚至二十四翅膀 它基本上都已经超越 它们在 常温之下的溶解度 OK 那Arsene 其实更高啊 你看Arsene 怎么那么高了 对不对 而且它也很难 较难扩散 高温下比较稳定 但是它贵 它又剧毒 又贵得要死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在 除了在特殊场合 少少使用一下之外 基本上来讲 不太愿意使用的 Arsene 这个叫Arsene 在这个 APP里面 那么我们看看 它能够挤多少 因为已经既然是 我们讲MFED 它的原味产杂 就是In-Situ Phosphorus Doping 就是ISPD 我们用右边这个图 来看一下 它的含量是多少 你看它已经冲到了 22次方 对不对 或者是在基本 最基本而言 它可以最少21次方 我们如果用 右边这个平均值来看 就是8 大概是8成10的21次方 来比较起 Silicon 本身的 Atomic Density 5成10的20次方 一看 糟糕 它竟然有16% 而目前来讲 已经是 这是可以做得到 你看这个地方 还可以挤得更高 那不得了 那么 如果我就开一个玩笑 你就把零当作一个 撒在 硅里面的一个胃精来看 你想想看 你的胃精要加到 菜量的16% 那你吃了 你不当场昏倒吗 很恐怖的 那注意大家 Intel已经 它其实早就宣称了 它的Phosphorus 它能够冲到 30的21次方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职业呢 更高了 目前大家 它就尽量挤 尽量的把 Phosphorus 可是我们讲过了 它又 它剧毒又贵的钥匙 虽然贵的钥匙 还是可以 还是有人建议用 比方说 在制成世界而言 说实在的 IBM 事实上是最 最有创造力 什么东西 新的idea 它都会先用 比方说 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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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同制成 它发明 Stressor 其实也是它发明 只是它自己 怎么样 做不是很好 它的业务不够高 今次我 把它偷学了去呢 做得比大家还好 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那台积电也是这样 基本上 它做的都是 远远远比 原创者要厉害 台积电 当然了 现在它的原创 也越厉害了 那么 你可以看出 右边这个图啊 经过了 这个蓝线 虚线跟实线 是一个是 Oscron 比方说 这个红的 虚线是 Posphorus 将过加高温以后 它就扩散 扩散了以后 扩散了以后 它的这个梯度啊 就变得比较平缓 这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冲到 channel里面去 它会跑到这个 channel里面去 那你的LG 就改变了 因为LG本来说 22嘛 我说这个价是 比较这个例子 22 可是你这个地方 因为7度太 太小 它就不是22了 可能就变成18 你说18是什么坏处 没有坏处啊 但是你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就变成 这个 short channel 以后就很难控制 那么 所以说大家要求啊 你希望越抖越好 就不要动嘛 我还你放在那里 你就不要动 所以说就 还别人就建议说 我们把Arsene放在这里吧 它的Source Drain 在靠近channel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 放Arsene 让它不要动 你看 所以说这个 蓝色的虚线 在经过高温以后 变成这个实线呢 它 并没有动 并没有动 这个就是它高明的地方 那么至于现在有没有用 当然 你要看你 每个代工厂 自己的 自己能不能够忍受住 不用 最重要是不要用 因为贵 对不对 那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你要说Ibin有这个data 看起来不错 你可以用一点 这是每个工厂 不同的招数 那么我们现在是 现在讲的是一个大局观嘛 The big picture pictures 一看 哎呀 ISD啊 怎么搞的半天啊 比 ISBD要小一号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那右边这个图啊 就讲PMOS 跟MOS SIGI Wilis 它的trench steps 你看看 它们的尺寸呢 它挖个洞 挖个trench 挖个洞 填上你的 IP SIGI IP 或者是Silicon SIP 或者是 SIGI 你可以看它的大小啊 从 trench steps 这是50到60啊 当然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可是 这个N fan呢 基本上也是 比它小一点 比它要小 比它要小 小一个 将近10啊 是个Nan 那它的宽度呢 你看 这是40到45啊 可能越来越小 根据这个Node 越来越小 从 它的 它的这个Node来讲 你看它的Wilis来讲 它的宽度来讲 它也降低5到10 是不是 最少5 所以说 NMOS的SIP啊 它的大小是比较小 除了某种不同的 不宁的原因 把它变大之外 一般来讲 它比较小 你看 SIGI overgrowth 还故意要把它长大 为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因为 简单地讲 就是因为它的 dopin concentration 它远远超过它 那SIGI过Germanian 还有一个劣势 就是因为它加Germanian 对不对 你加Germanian 越加越高 你的Boral concentration 就很难增加嘛 你看这个Boral concentration 对不对 它想挤 这是你想挤到 4乘1025的20次方 很难很难的啦 所以你要加 Galium啊 加一些Tin啊 这些东西来挣 那Phosphorus 你看 它就维持在21次方 它还可以增加一点点 Intel已经做到 三正十21次方了嘛 所以有人说 这做 加一点 这加一点 有它 也有它问题了 也本身有些问题 它加不了太多 因为它已经很满了 你要再加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cluster P4V 这是我们再下一次会讲 那你想增加太多 也不太可 这个地方 但是呢 它不管增不增加嘛 它总是 比Boron 它的 它的这个 溶解度啊 它能够挤进去的 这个 残杂物啊 高一个数量级 所以说 基本上 因此 ISB就不需要那么大 它比它小也好 所以说 这整个大小的改变 就是一个 就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不管是CE啊 或者是这个SIP啊 它都是越来越小 因为你scaling 就是把它弄小一点 因为在同一个面积里面 你要装更多的电晶体 那么我们讲 ISBD 这些东西呢 就主要是因为它的 寄生电阻 Parasitic Resistance 它你随着scaling 自然变大 是一个evolution 一个变化 你可以看到 比方说 我们寄生电阻 Source and Drain 我们这个主题 Source and Drain 它的电阻 会随着你的ECD 厚度啊 变小的时候 自然增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电阻 本来就是因为东西越来越小 电阻线越来越小的时候 电阻上自然增加 对不对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那你工艺 就是要想办法 让它变小 能够控制 然后你要加很多东西 比方说你要增加浓度啊 电阻就下去了 从尺寸大小 尺寸大小的改变 你想办法要 解决这个问题 比方说这个地方 Silicon 变得越来越薄的时候啊 你看 它的电阻就 这个地方是个 Total Resistance 也就是它 Total Parasitic Resistance 就往上冲了 所以说 基本上 这个是以前的预估啊 目前来讲 也是看到这里 它都是个Kilo Ohm 看到没有 它主要是Kilo Ohm的数量 大家要放在心上 当你讲Silicon 专营的时候 Kilo Ohm 是一个算正常的值 因为你加的是一幅嘛 那你的Channel的电流是Million 所以说你这个电流是Kilo Ohm 非常正常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Evolution 我称之为步步高深 ISPD它的 渐进式的发展 Evolution ASM有一个Table 有个表面有意思 比方说 他看 这是它的预估啊 你看从7纳米 到3纳米 甚至到2纳米 那么2纳米当然是台积电 就是Nano Sheet 就是Gate All Around Structure 三星早就做了 但是自目前来讲 好像还做得不好 不够好 那么Source and Dream 我们今天讲的是 PSD 你可以看到 这个PSD 它的主要的 Silicon Source and Dream 来讲 对不起 是NSD 是NSD NSD这个N 讲的是NFET NFET 它的Posphorus 你看看 4到68% 我们前面前面提及一个例子 前面讲那个例子是计算的结果 这个图上来讲是16% 但这个不是量产 量产达不了那么多 然后他认为说真正量产的时候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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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到8% 10到8% 那么后来 你要开始加东西了 你要加速 这个慢慢 把这个 阿斯因加进来 要两个混合在一起 我们讲的太贵 那贵 没办法 他一定要加的时候 那你就加 就是3纳米的 Waver 非常非常贵 一片Waver的成本 据说是将近 将近两万美金 一片Waver 一片金元 要两万美金 那你想想看 他在今天 还要赚个五千以上 对不对 那么你 那你 一个要多少钱 好几百块 贵的 大概是两百五以上吧 那你看 到了2纳米 你甚至 要把阿斯因当作主角 把Postverse 跟 这是另外的Cobon 当作配角 本来是Postverse 是主角 现在已经开始 阿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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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那后来的3到2纳米 甚至建议 这个阿斯因 当作主角 Postverse 当作配角 慢慢渐进去 那么简单来讲 我们 ISPD的主要目的是 这就是要降低接触电子 其实它主要降低接触电子 像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是highly dope就够了 你不能说 你不是想说 降低接触电子就够了吗 像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要降低电子 你这个地方 要不要降低电子 还是要的 只是目前已经做到工艺的极限 差不多做不完 做不下去 除非你换 你把Postverse 放成R15 你会降一点 但主要 等一下我们讨论 讨论到 这所谓的机身电子 最重要的是这个接触面 这个接触面做不好 那就完蛋 那么 Source and Drain Extension 就是讲 Spacer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重点是 你必须达到 它的Doping Gradient 必须是三个纳米 Per Decade 第一次是Per Decade 就是每 这种度量 这物理上的度量 就是说 你每三个纳米 你要降一个数量级 你可以看到 这个左边这个图 Doping Concentration 一个数量级 比方 18到19次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必须是 小于三 小于三 这个最重要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们随便看一下吧 这个是 5乘式 15次方 到5乘式 17次方 这个地方呢 那就必须 降 要往下降 不能够降 不能够变成这样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侵犯到Channel了 它的Effected 有效长度 这一点是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 Source and Drain Extension来讲 就是你要越抖越好 你的Doping Concentration 的Gradient 它的T度 要越抖越好 目前来讲 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你去看它的时候 都是 其实比这个大一点点 很难做到 小于三 纳米 你要做得到 那你就一把 一把 就是制程界 一把好手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如果是Posphorus 你的制程后面 要加一些温度 一加温度 它就开始动 记得我们这一点 我们看到 你看这个红线 对不对 它一下就动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温度之下的话 很明显 它就动到 从这个地方 一下子 这个就动了 这是250到350 就10个Nanometer 你看这个血率 就不是3了嘛 远远大于 3个Nanometer per decade 所以这个地方 那表示说 它经过这个 稍微高温一点的 退伍 受不了了 你刚开始 你刚开始 做ISPE的时候 也许你是 小于3个Nanometer per decade 那后来制程 就会出 如果是太高温的话 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 不是你做的时候 就达到这个目标 就够了 而是 整个制程 走完一遍以后 还是不是 这个样子 就看你 整个后端的温度制程 所以大家会说 哇 第一位 第一位 就这个原因 那么 所谓的 寄生电阻 就是 Apera 我们通常讲 叫Parasitic 叫Apera Apera是有 Contact Spreading 跟Extension 来所形成 那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 越来越小 所以Contact 越来越重要 上面是Silicide 这个Contact Resistance 其实最重要 Spreading Resistance 讲的是 好像 打开来 Spreading Resistance 就是 因为这个地方 面积 大于这个地方 它的电流 是 是扩散 是像 好像打开来 Spreading 这样子走 电流是这样子走 它打开来以后 那这个电流 或者是倒过来 是电流 从这个地方 走进来的时候 从大面积 走到小面积 就会比较 被挤住 被挤住 叫做 Crowding Electron Crowding 被挤 被挤了以后 就相对应 有一个电阻 那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不太大 只是要大家知道 Extension 还蛮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 你看 明显的 比较 明显的面积 比较小 然后这个地方 Doping 也比较少 因为上面是Space 上面这个是Space 这就是 原来是没有Doping 在古时候 在早一代的IC之后 就是打 打Doping Implant LDD 什么之类的 Halo 什么 随便弄 现在高级经济 你没有办法用 implant 你因为 你打不进来 因为 PIN太高 你根本打不进来 那么打不进来 你就必须用Doping 所以前面讲的 SDE Source Strike Extension 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 要做这个 SDE的作用 这是IBM讲的 我加一个 Boss R-S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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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我们 比较起来 这三个 Contact Spreading Extension 他们到底比较起来的话 谁重要 很明显的 Contact Resistance 已经是越来越重要 你的分已经越来越高 这是 FIN HIGH 目前来讲 到了 冲到快 差不多50了 你可以看到 Contact Resistance 几乎它的比重 没有改变 那么Extension 也还是蛮重要 那么Trench 这是整个Contact 它的挖个洞 以后 它的整个Resistance 我们先不管它 它主要的 还是这里 对我们制程而言 这两个 最重要 那你想 Extension Resistance 在FDSOR 其实更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 讲的是FINFET 讲的是FINFET 它的SILICON FIN是很大的 很高的 很多嘛 但是在FDSOR 它的相对于 它的 它的硅通道就很细 非常细 非常细 非常薄 那就很难 做Extension 对不对 它天生就是 电子比较大了 所以这一点呢 在FDSOR的话 它应该是比较大 比较大 那目前来讲 你看 钻石难 我们前面讲过的 ECG也有钻石难 对不对 因为它增加表面积 所以要钻石难 但是在 在跟先进制程 那也不够了 它要把这个钻石头 打掉 变成一个平头 因为它这样子包的话 它的面积也是很大 不容易做就是 不容易做 现在还在搞 还在 还在研究这个东西 目前来讲 应该还没有量成 或者也许台积电量成 别人没办法量成 你做不到这些东西 工艺的话 那就没有信 再重复一遍 这个 钻石头 目前是 目前来讲 SBD是钻石 在钻石头 它也会改成小平头 这一点呢 是这个 目前研究的方向 但 钻石头是很容易形成的 等一下我们讲 钻石头是非常天然容易形成 它的过程呢 你看看它 Pattern以后 这是SELF-LINE QUATRUPLE PATTERN 还有一个FIN 你不管是EUV 或者是SELF-LINE QUATRUPLE 形成了以后呢 它慢慢就有一个FIN STRUCTURE 你把它ETCH以后 它是靠这个边边这个部分 把它形成这个FIN 然后就填 填了以后 SDI把它填 把它Isolation填好了以后 然后再把它ETCH 这个就把这个FIN FIN REVIEW FIN跑出来啦 跑出来以后 放一个GATE DUMMY GATE 你当然先放一个 DUMMY GATE 就是它是一个假的 一个代气 它以后要拿掉 以后要拿掉 叫DUMMY POLY 就是POLY-SILICON 做DUMMY GATE 它来决定这个FIN的宽度 它的这个SELF-LINE的Area 还有这个里面的METAL 都是要这样决定 那么然后这个地方才找出 SELF-LINE的EPI 所以你看一下 就像一个女王头 很像这个 很像 这个台湾野流的女王头 其实不是 我认为它是个钻石 然后最后把它填起来 那现在来讲 这个钻石能 那已经变成小冰头了 这是未来的方向 那我们讲钻石能 钻石能体型呢 我们要要求非常的严苛 为什么会非常的严苛 它的体型必须适中 太大太小都不行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如果太大 它的电阻会增加 电阻也会增加 太小 电阻也会增加 它在某一个 某一个值的时候 在这个structure而言 它必须优化 你看它本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太大也不行 太小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 它必须控制在某一个 最适当的厚度 当然你不知道 是不是90到100 这是在这个 这个paper里面 它是讲的 它正好需要 90到100左右 那你说 还有其他的可能 其他的要求吗 有的 因为你太胖的时候 你会挤 挤对其他部分的空间 你的 你的silicon epistick 太厚的时候呢 它的 比方说这门挤进来 你这门挤进来的话 它别的地方 剩下的地方 它的电容 增加了 因为 其他的空间变薄了 变薄以后 电容增加 因为电容 就是你厚度的导数 就是 对于厚度的导数 成反比 所以这一点呢 是电容增加 所以说 我做制程 赶快把它洞挖大一点 填多一点 尽量做吧 有个限制的 你的洞不能够 无限的过大 它会增加它的 本身会增加它的电子 而且它的电容 也会增加 因为这个地方 空间不够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metal 这个地方下面 旁边spacer 哇 这空间其实非常狭窄 你不能单方面的要求 C给改变 你要整体来看 你要大局观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 你evolution 慢慢改变 其实越来越困难 这个要讲的是 evolution of sigma vt 就是你的vt的改变 你的灵界电压的改变 随着 你可以看这个右边这个图 这是intel的 给大家看这个图 从130啊 到了4532的时候 这是planar的fet 它的sigma vt啊 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了 到35左右了 它如果照这个地方啊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高手改变制审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完了 超过50左右 不应该超过50 然后就 你根本心里做不下去 就是你做出来没有用 等一下我们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突然就变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引进了 其壮 电竞体 finefat finefat变好的原因 因为它的channel里面 它的规通道里面 是没有dope 这个dope呢 因为东西越小啊 你的规通道越越小 它的dope 如果里面你放了dope 的话 它的flotuation dope 这个random dope flotuation越来越大 啊 它这个越来越大 你无法控制 这个是它天生 那你就 就完了 就就隔屁了 那么目前还好 引进finefat以后 世界太平 那我们前面讲到 sigma vt不应该超过50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超过50会怎么样 左边这个图啊 讲的是一个vt的despribution 它的分布 刚开始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 经过很长的时间呢 这个分布会飘移 从绿的变成这个篮子 它就移动了一个 一个 往上移动的一个位置 这是自然现象 东西老化了 它的vt改变 这很正常 那改变多少是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它的vt control 我们知道vt总是有四个 最少三个 这个地方有四个flavor 就是说你有 slvt lvt rvt sram 简单的 你要是super low vt lvt跟regular vt super low vt 意思是说你vt非常低 你的电流 相对应的 你的电流就非常大 比方说你在玩game的时候 你玩game的时候 我们要跑得快 但机器就发热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最快 但是呢 它的low电量也最大 就是说在一个手机里面 最多的是regular vt 你的电路而言 你设计在vt呢 就设计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因为你不要 你不是天天 不是每秒钟都在跑game 如果你是设计成slvt的话 你电流一下就用完了 就发热了要命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可是这每一个vt之间的距离啊 它不大的 大概就100吧 不到100 对不起 50到75 你看这个图上大概是50 比50稍微大一点 你想想看 如果你超过50的话 那表示说 你的vt可能改变位置 比方说从rvt变成lvt slvt或者是lvt变成slvt 那你的电流的漏电量就大10倍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你漏电量是大10倍 那你的手机没有动它 就开始发热 自己把自己弄瓜了 那当然就不行 所以说为什么 控制sigma vt啊 不要它飘移 不能大于50啊 就是它最讨厌的地方 不然它的位移啊 那么回到我们的app来讲 现在慢慢慢慢的 它的电阻啊 这个地方 它的电阻 你可以看到 它的电阻啊 是 它的电阻 它的电阻的改变是 当然是越来越厉害啊 对不对 这个刚才还是很大 它的电阻 其实呢 变化 总体变化 不算太大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总是越来越大 总是越来越大呢 因为简单来讲 就是skilling 许多部分变薄了嘛 你的sigma 你的电阻 你的r变大 这个ok 其实这个ok 因为它是慢慢的改变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variability 就是sigma 那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比方说这个地方 就没那个图 你看extension contact 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分 在你整个 这个架构 整个这个结构 变小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 这个比方说spacer 这个sidewall spacer 它这个地方 间距变小的时候了 它的extension的sigma 基本上ok 没问题 你变小了嘛 因为这个 它们做simulation的结果 它的sigma 可以忽略不去 没有 不会把你芯片搞掉 但是这个contact contact的部分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它任何的变化 会有致命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地方 它做的研究 说Milcegi Milcegi 对不起 Milc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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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contact 这是一个silocy 没有contact 跟有contact的时候 你看 它的分布 变得非常宽 简单来讲 数字上 你可以看到 它的电阻 因为加了silocy 可以下降 本来是635 变得420 所以说 它的平均电阻下降 从这个灰色的分布 变成这个黑色的分布 它整体下降 是好事情 但是它的sigma 变得太大了 你看 它的sigma 从28 升到54 几乎double 那么这一点 表示说什么呢 表示你的制程 如果不改变的话 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你即使可以降低电阻 但你的元件 基本上还是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你的电流 这个变化 你看 太大 表示说你的VT control 相对应的VT control 就会出问题 你希望它是漏电 没有漏电量非常低的 可是因为你这个地方改变 它漏电量变得非常大 你本来说规定这个电流 可是因为你 比方说你的电流 本来控制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电阻 你的电流在这里 如果说这个地方太小 太小的话你做不了工 比方说你是SLVT的分布 结果你根本电流上不去 那你就玩电 玩不动 你不气死 或者说是 这个跑太快了 这个手机太热 太厉害 就这个分布是要控制的 这原来这么窄 一下子变成三倍 那你的你的这个手机 就会出问题 就是content的制程 是现在所有先进 芯片供应的重重之重 就是这个道理 你这个地方做不好 对不起 你拜拜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 看代工厂表现的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你的content做不做 把content说 你把content指给我看一下 做不出来 或者是还是比别的代工厂 差一个出两斤 那你就是说 那个芯片 你在怎么玩都没用 绝对它的performance会差 三星跟台积电一比较起来 很明显的台积电 在这里有引一把了 最近的3纳米的content制程 已经成功了 那这个是 它的制程呢 越来越厉害的原因之一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 ISBD 我们讲的是 Institute for Stokes 而且是一个 Selected Epitecture Growth 所以ISBD隐藏的 就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理论上怎么样 我们讲Epitexy 讲Epitexy就是一个 是一种累进 这种累进啊 其实理论上的出生方式 就有人的建议是 这个三个模式 我称之为岛屿新罗 到处长了一些小 Nucleation 长了一些小岛 然后慢慢小岛变大 那另外一个 就是在某种状况之下 它层层相叠 太棒 这是我们要的 太棒 其实很难达到 为什么呢 因为自然界 不喜欢 层层相叠 不喜欢它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表面能量 远远大于它嘛 大家都喜欢别的小水珠啊 因为圆形的物体 一个圆球 它的表面张力 控制的结果 实在是最稳定的状态 这个不稳定啊 平面不稳定 或者说两个混合 两个混合 导臣浑身 那这就是各个专家 提出来的model 所以说有Volman Weber Frank Miller 还有这个Stransky Gastanov 这些啊 这些它的代号 VW啊 FM啊 SK 那这个是一个 理论上的出生方式 那其实啊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长的时候 它其实很复杂 它会动 然后每个动 比方说你 你Deposition 你下来了 它是 其实表面上是一个T字形 一个Staircase的Structure 它是一个混层 不是单单纯 单纯单纯的 一层一层往外长 不是这样 它是一个 一个Step 那Step的时候 你要成长 这个Step要成长 它有 比方说你是Depute 你下来是Deposition 你的原子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呢 它要跨越 它要动 Terrace Diffusion 越往 碰到跟别人在一起 它有一个延解 一个Nucleation 那Diffusion呢 Cross the Step 它可能从别的地方过来 从上下来边过来 所以这整个动作 是相当复杂的 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是 其实还讲 它动的时候 还有一个Layer Dependent 这个Mobility 它动的时候啊 跟你旁边的 这个在 有没有在 有关系 这个很讨厌 这一点是 这些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结果 那么从我们制程角度 我们其实也看不到 基本上你看不到这种 但你看到 你看到的是一个 不同的 它所谓的大局观 这是你的机台 你机台有气体 跑进来 还有一个cooling啊 有气体跑进来 还有加热的啊 然后出去 然后里面的机台呢 也许是转的 因为这个地方就会转 里面可以放一片 或者很多片 现在来讲 当然是都是放一片 300毫米以后 尽量都放一片 很难做到说 里面放很多片 以前可以的 比方说 Tonstant CBD 它里面放的是 6片 12片 放一大堆的 它可以这样做 现在做不到了 那么 这个尺寸是很大的 这个里面 你看到尺寸 你控制到 比方说 你控制你的灯啊 控制你的气体 你用的是 Centimeter 它的这个特性 长度是 公分 它是个聚观 而你里面的 Fature Size 刚开始 这个图是老图 是Micron Micron 这个Micron 现在跟他讲 是已经submicron submicron 但是我们说 这个 你控制的时候 是Centimeter 但是你要长的厚度 这些东西 是Micron 对不对 但是你要长这个 默度 你弹到的 里面 里面的真正 分子在动的时候 它是submicron 它这个例子来讲 是100个Nanometer 那目前来讲 其实不是 是大概是 10到50个Nanometer 这个塑料去 所以里面东西在动 这个塑料去 那里面的atomic scale 我们现在控制 基本上已经到达 这个目的 你的厚度的平均值 必须是Nanometer 或者是sub-animate control 所以是atomic 是一个atomic scale的control 这意思是说 我们机台 是聚观的 大手大脚 你不可能在你音乐的时候 我要改变我的气体 你Nanometer改变 那是没办法 你改变的是Centimeter 比方说你孔洞大小 流量 你看到的时候是公分 你的晶圆 是300mm 30公分大小 30公分大小的时候 所以说你机台 所有气体进来 都是以30公分左右来看 你把它包起来 你上面打了很多气体 但是你最后 控制的是 你 心体结构 已经是sub-micron 比sub-micron还要小 上面你必须了解 你要了解 它的动作的时候 是10到50个nm 而你能控制的 必须是nm 就是说它的细节已经到了 围观到 nm的级别 这个很了不起 因为Centimeter是 是nm 使得6次方 是不是 使得 一个nm 使得-9次方 m 而这个Centimeter 使得-2次方 所以说差了7个数量值 你表示你用Centimeter的控制 要控制7个数量值之下 这个是人类工艺的厉害的地方 所以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Evolution 这里面也是 刚刚讲的这个 这叫Messa Scale 这个叫中间 中间的程度 那中间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 在看它的细节的时候 你看有Surface Diffusion Surface Reaction Step Step 话叫做Kink 就是说它有个断层 它里面的反应怎么样 然后还有离开 东西不离开 没有用啊 你进来 你是从你的 以它的气体 你要最后掉在这Vapor 晶圆上面 放到晶圆上面 产生反应 就是它的Transport 怎么样传送过来 也是控制 这个传送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控制它的Gast Flow 的Ratio 跟它的量 跟它的Flox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 那么反应而言 你就用温度来控制 这个温度来控制 最后呢 你必须 你选择你的Precursor 它能够反应之后跑掉 这个跑掉不容易啊 如果你不跑掉的话 那你 你的这个反应就停止了 你做了一层就停止了 而这尤其是你想要 但是呢 很多状况在AP状况 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必须选择东西 能够跑掉 那这整个是一个平衡 其实不完全平衡 它不是一个 Thermal Dynamic Equilibrium的 Condition 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所谓 岛屿心罗 层层相变 岛层分身 是某一个 平衡状态之下 Thermal Equilibrium 它是一个Low Super Saturation Mode 东西就是慢慢来 慢慢来 很稳定 时间是无限长 这样子长 也会长个样子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事实是一个 Super Saturation Non Equilibrium State 东西一大堆进来 啪子冲进来 这个地方是一下冲进来 大家同时在 同时在做很多事情 这是一个Super Saturation 是一个Non Equilibrium Mode 就是它的Growth Mode 很复杂 很复杂 所以就跟邻居有关 所以说 哇 还跟Surround Material有关系 有关系 这边有 你可以看到 Layer Dependent 这个 Ad Adam 我不知道你 它动作 真的是Layer Dependent 那而且还不止如此 它跟邻居有关系 比方说 在我们真正制成里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 成长 比方说 这是一个 Raise Source and Drain Source and Drain 把它长后一点 如果旁边是一个Oxide 这个Oxide是Tail 黏得很紧 那如果这个Oxide 是一个Wet Oxide 这个是一个湿湿的Oxide 这是一个CVD Oxide 这是一个高温之下 长出来的Wet Oxide 是一个Wet Steam 长出来的Oxide 你看不同 结果呢 它的界面的结果就不同 因为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 它界面的品质不一样 那么它涨的方向就不一样 它这个地方就容易涨成311 如果是个Nitrite Space 它根本不愿意涨 它从这个地方就跑出来了 它的这个地方 ESD 它就直接涨成这个样子 它根本不应该跟它接触 这个还会接触一点 这个接触很多 这个会粘住 基本上把它粘住 它会涨平的 涨的平好不好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因为界面的一个地方 你要涨ESD的时候 界面有很大的关系 它的邻居 你把它绑 邻居把你绑在一起住 你愿意跟它在一起 跟这个邻居的个性有关系 很明显的 Tales它喜欢 大家粘 跟它好邻居 可以天天在一起打牌 粘住了 Nitrite根本不喜欢 大家近毁身而远之外 它就会长成远离它 那它这个界面是弯弯弯的 你说好不好呢 其实这个地方是好 你看它就是要长成一个钻石头 但某些方面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如果都是Oxide的话 法星有坍塌之险 但是还好 现在的Space 都是Oxide 没有人用那个 对不起 现在的Space都是Nitrite 没有人用Oxide 所以这个状况 目前来讲 在芯片的先进制程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做到 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在ESD上去 可能有问题 这是 不是本章之后 下面一章会来讲 对ESD ESD就是 对于保护电流 保护芯片 它有一些特殊的电路 可能会有影响 这ESD我们以后再讲 这是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这些电路上 它的Oxide特别厚 它的Gate Oxide特别厚 这是以后再说了 它对于 这个部分 它就不喜欢 不喜欢 那么 简单来讲 钻石栏的法型 跟邻居是有关系的 基本上 它天然就喜欢 长成这个钻石栏 你这个 左下角 这个Table 告诉我们 它的Extrate 它的Grocery跟Extrate 它这个地方 0.3 0.63 对应的是 它的Grocery 在100上面的比较 通常所有 你看 这所有的值都小于1 都小于1 你看111 0.32 在700 700度的时候 它涨 出来的速度 是 100的 三分三层 113 就涨得快一点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最慢 这个地方 比方说 不管是 111 还是 311 这些 比较高阶的 Middle Index 它涨得比较慢 涨得比较慢 就表示说 它最后就停在 相对于 因为下面 111 要涨得 10 要涨得快 它就会挤在那里 它就会 自动 就变成一个钻石头 因为它涨得最慢 那这个地方是311 涨得更慢的话 它越陡 越陡 所以这个 111 所以你看 你在看你的 围观的图的时候 你就有个 有一个 有一个idea就是 它如果 发现它们的斜率 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大概可以猜出来 你是111 一般来讲 311 是稍微平缓一点 你可以算角度 你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 算出 311 跟这个 100 角度是多少 这是表层有的差的 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这是哪一个面 所以这一点 接下来给大家 那么 ISPD跟ISPD 它这个 实际的成长状况 其实比我们前面还讲 这个还要更复杂 这个地方我们讲的 这是一个大的观念 它其实还更复杂 为什么呢 它有 很多doping 它反应更加复杂 比方说 这个图来讲 它介绍的是 有Boro Posphorus 都摆在一起 还加上了很多别的气体 比方说 SCL 就是说我们要成长的时候 必须要有selectivity selectivity的时候 你SEG 就叫靠 是所谓的 这些腐蚀性气体来做事 有的人用 NCL HCL 有人用CL2 这些东西来做事 你跟你的carrier gas有关系 因为carrier gas 它会造 有时候会参与反应 有时候会对 total flux产生反应 所以说你比方说 你用H2 H2也是一定有的 那你要不要加一个N2 要不要加一个Helium 这些都是concern 那么成长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它基本上真正成长的时候 在这么多复杂的Atom 放进来以后 它成长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长 它不是一层层长 它是一边长 长一个阶梯 又长一个楼梯 这样长出来 然后最后长的时候 你看不小心 还会长这个样子 它会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制成的时候 实际的生活 实际的状况 它的反应是更加复杂的 OK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 简单来讲 是一个big picture 大体观 就是你的电阻要下降 那你长的时候的形状 你要控制 对不对 我们一再讲到 你的电阻 不小心的时候 你要控制它的大小 还要控制它的形状 因为它的电阻 随着它的大小跟形状改变 非常距离 那你不小心的话 你讲出来 不是你能 不是控制 控制不当的话 那你的sigma 就会产生问题 才希望产生问题的时候 你的晶片即使做出来 也是买不掉的 好 感谢大家 今天讲这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